鼠蛇人,作为十二生孝中最为神秘的一类人,常被认为拥有独特的洞察力与冷静的性格。 然而,关于鼠蛇人的性格特质,究竟是神秘冷静占据主导,还是他们内在的洞察力在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与决策? 这些特质往往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让人难以捉摸但又不可忽视的独特个体。 鼠蛇人天生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,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过多暴露于外人面前,这使得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低调且内敛。 与鼠蛇人相处时,常常让人觉得他们有许多未曾言明的内心世界,这份神秘感让他们看起来格外吸引人。 鼠蛇人擅长隐藏自己的情感,不轻易流露出内心的波澜,他们习惯于观察周围的一切,仔细揣摩他人的行为和意图。 这种隐藏背后是他们强大的自我保护意识,不愿轻易让他人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。 然而,神秘的背后,鼠蛇人并非冷漠无情。 相反,他们的冷静和克制常常被误认为是冷漠。 实际上,鼠蛇人只是习惯于在情感上保持一定的距离,避免在没有完全了解情况之前贸然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看法。 这种冷静的性格特质,使得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,迅速做出合理的决策。 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,还是在工作场合,鼠蛇人都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应对能力。 鼠蛇人的冷静和理智,也让他们在面临压力时显得格外镇定。 他们往往不会被情绪所左右,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冷静分析问题的核心。 这种理智与克制,使得他们在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,做出了明智的选择,避免了因为情绪失控而导致的失误。 然而,鼠蛇人的性格并不仅仅停留在冷静与神秘的层面上。 他们的洞察力同样是他们性格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。 鼠蛇人拥有极强的观察力,善于从细微之处看透事物的本质。 他们可以从他人的言行中捕捉到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,从而在决策时占据主动。 正是这种超长的洞察力,使得鼠蛇人常常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 他们能够通过对周围环境的分析,迅速判断出谁是值得信任的人,谁是需要提防的对象。 这种洞察力不仅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,也体现在鼠蛇人的事业发展上。 鼠蛇人天生具有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,能够在市场波动中发现潜在的机会。 他们擅长分析趋势,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,因此常常在他人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,抓住了宝贵的机会。 这种洞察力不仅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也使得他们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占据了优势。 鼠蛇人的洞察力与他们的神秘气质相得一张。 他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,这使得他们的决策往往充满了不可预测性。 鼠蛇人很少会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, 他们习惯于在内心深处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。 这种独立性使得鼠蛇人在面对复杂局面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, 不被情绪或外界的压力所左右。 然而,鼠蛇人的洞察力与冷静并非毫无代价。 他们的内敛与谨慎,往往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显得有些疏远。 鼠蛇人并非不重视友情或爱情, 而是他们习惯于保持一定的距离, 避免在没有完全信任对方之前过度依赖他人。 这种性格特质, 使得鼠蛇人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时,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。 尽管如此,鼠蛇人一旦决定信任一个人, 便会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度。 他们不轻易投入感情, 但一旦付出便是全心全意。 鼠蛇人的这种忠诚与专一, 往往让他们成为朋友或伴侣关系中的中间力量。 无论是在友情还是爱情中, 鼠蛇人都习惯于默默地为对方付出, 而不是通过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感情。 鼠蛇人的洞察力与冷静, 也让他们在面对人生的起伏时, 能够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。 正如佛教中所提到的因果定律, 鼠蛇人深知, 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相应感。 因此, 他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时, 都会经过深思熟虑, 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做出后悔的选择。 鼠蛇人相信, 人生中的得失、 成败皆有其因果缘由, 他们愿意通过不断修行和积累善行, 来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更多的福报。 总的来说, 鼠蛇人的性格是复杂而多面的, 他们的神秘、冷静与洞察力构成了他们独特的个性特质。 这些特质让他们在生活中显得与众不同, 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与理智。 鼠蛇人习惯于在生活的细节中寻找线索, 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敏锐观察, 做出最有力的决策。 虽然他们的冷静与谨慎有时会让他们显得有些孤独, 但正是这种泪敛的力量, 使得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健与从容的姿态。 鼠蛇人是十二生孝中最具智慧和洞察力的群体之一, 他们以冷静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, 以深邃的洞察力洞悉人性与世事的真相。 他们的成功往往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, 而是源自他们内在的坚韧与智慧。 正如佛家所说, 心静则至生, 至生则安。 鼠蛇人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和冷静,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保持清醒, 做出最有力于自己发展的选择。 2025年, 鼠蛇人将继续展示他们神秘而冷静的性格特质, 在事业、感情和生活的各个方面, 都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。 只要鼠蛇人能够坚持善行, 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智慧, 命运必将回馈他们丰厚的福报。 这一年, 鼠蛇人必将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洞察力, 迎接属于自己的成功与荣耀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 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 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 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道士得之偶然, 失之必然, 顺其自然, 平淡安然。 无论是偶然也好, 还是必然也罢, 它们就像是一对矛盾围绕在我们的身边。 人生就是偶然和必然相互结合的过程。 说得直白一点, 所谓的偶然和必然, 都不过是人生的变数和定数罢了。 在你看来, 人这一生到底是一场定数呢? 还是一场变数呢? 对此, 曾国藩说过, 欲成大事, 人谋居办, 天意居办。 普通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, 既要有人谋, 更要有天意。 唯有人谋与天意相结合, 才能构成我们完整的一生。 简而言之, 定数居办, 变数居办。 如此, 我们的人生方能圆满。 做人过分注重定数, 只会让自己变得消极起来。 而做人过分在乎变数, 又会变得狂妄, 容易受到生活的毒打。 其实, 人只要做到近人事, 听天命就足够了。 你早晚会知道, 人这辈子除了有巨大的定数, 还会有这三个变数要好好把握。 人这一生存在选择的变数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 人生就是一段程序, 每一次的选择就像是在程序里面添加字母符号, 直到这段程序变得完整的那一天。 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, 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。 人们从出生开始到18岁高考的这段时间, 是选择努力读书, 还是选择中途辍学。 这一切, 都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意和追求。 18岁之后, 我们都成年了, 厉害的人可以选择深造, 而一般的人可以选择外出工作。 不同的选择成就不同的职业人生。 到了30岁, 我们是选择单身呢, 还是选择结婚生子呢? 不同的选择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。 一路选择下去, 这选择权都在我们的手上。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发生什么, 至少选择的变数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 人, 如果想要过上更好的人生, 就必须要在每个选择上慎之又慎。 否则, 一切的不幸以及悲剧, 都有我们自己来承担。 人这一生存在心态的变数。 在你看来, 人这一生的幸福到底跟什么有关呢? 毫无疑问, 跟我们的心态有关。 如果有钱, 那我们就过较为富裕的小日子, 如果没钱, 那我们就把心态过好。 至少, 心态好, 一切都会走上坡路。 人之所以活得不幸福,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好的心态。 心态这种东西, 外人无法改变, 而改变的权力在我们的手上。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态, 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。 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物质金钱, 自然是存在差距的。 而人与人之间的心态, 好与不好, 其实差距不大, 影响他的主人, 依旧是我们的自己。 有些人选择惨惨兮兮过完这一生, 每天都急躁不堪, 甚至心态消极, 那他过得不幸福, 只能是心态的问题了。 有些人贪婪不堪, 一个月赚十万还不够, 甚至想赚一百万, 从而活得不幸福。 那他的不幸, 其实并不是物质上的不幸, 而是心态的不幸。 所以说, 摆脱悲剧的首要方法, 就是我们要从心态入手。 至少, 一念晴天, 万花丛生。 人这一生, 存在德性的变数。 俗话说, 万般皆是命, 半点不由人。 这方话, 说明了一个道理, 我们的时运, 那是有定数的。 但是, 这种定数, 也并非是绝对的, 而是相对的。 对此, 曾国藩有言, 丈夫当死中途生, 祸中求妇, 古人有困而修得, 穷而住疏。 能够影响人之定数的, 只能是德性的变数。 为什么一大堆中了一千万彩票, 而三年后又成为穷人的人们, 会把握不住钱财呢? 一句话, 就是因为他们的德性不够。 周易说过, 地势坤, 君子以厚德载物, 厚重的德性, 才能承载巨大的福气和财富。 缺乏德性的人, 别说掌握巨额的财富了, 或许他们连抓住机会都成问题。 提高自己的德性, 让他像大地一般厚重, 那才是我们改变未来的有效方法。 试想, 你的德性足以掌握亿万财富, 那你还会是穷人吗? 人之贫穷, 不仅跟能力有关, 还跟德性有关。 所有的好运, 都会奔向有德之人的身边。 这, 才是人持久发展的根本。 选择, 心态以及德性, 这三点, 能够让我们的一生发生变化。 之所以我们还是被生活所束缚,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三点。 做人随便选择, 没有规划, 这会害了自己。 做人心态不好, 过分悲观, 也会让自己处于痛苦当中, 做人缺乏德性, 无恶不作, 终究会连累一家三代。 要坚信, 选择好的心态, 选择好的德性, 规范自己的言行, 平息心中的力气, 哪怕我们再差, 也能安稳一生, 平淡到老, 并无太大的意外出现。 一切变数, 借在手中。 一切不幸, 借有几生。 好了,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, 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